大家好,我,邓慧文,阿輝,為你做會,心思有人知道 你猜想很嚴肅的教小孩的人 可是你是常常在帶小孩的,對不對? 對,帶自己的小朋友,然後也帶很多其他家長的小朋友 你還有一個Podcast是專門講跟小孩有關的事情嗎? 沒有,沒有,我是有參加一些其他Podcast 喔,其他的Podcast 講一些像故事或教養這樣子 對對,教育相關的 是是是,好,那我來說一下 你猜一猜,如果年輕人不想生小孩,原因是什麼? 欸,薪水太低 對,大家都這樣猜,對不對? 會是這樣 可是你知道嗎,我們做了一個 呃,蠻多年輕人實地參與他們在說 他們說,好,你們說是錢 天上掉下來一千萬,你會不會拿去生小孩? 我跟你講,很多人還是不會 蛤,為什麼? 對,因為他們說,因為養小孩責任太重 這是我那天非常震撼的,就是說 原來政府一直補助,我們的生育率還是掉車尾 為什麼?因為很多人都覺得養小孩責任重大 尤其現在年輕人如果覺得自己自信不是那麼充足 很多人都說,我自己都管不好我自己了 我要怎麼樣管小孩 而且還有一兩位跟我分享說 你知道嗎,現在如果有一個人怎樣 網路就會肉搜他的父母是怎麼教他的 壓力超大 對,所以他們就說,我要是養壞一個孩子 我一生就毀了 那不管小孩如果不好,我們也要跟著他脫模 也不知道聽眾朋友是不是有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今天要來聊的就是 教養孩子這件事 很多人是怕教養小孩 怕到最不要生小孩 還有人說什麼 喔,我看我姐姐生那個小孩啊 才十幾歲 講話都比我姐姐大聲 我姐姐都被她管 那我姐姐就跟我說,真的是來還債喔 所以她就說,那她不要生 欸,到底這些觀念是怎樣 有沒有很好的跟小孩 我比較少說教養啊 因為我有了小孩之後 小孩讓我知道我沒有什麼權力教養他 應該說跟他一起引導他成長跟學習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我們今天就來請教專家 我說在我旁邊這位鄭宇老師 他有專門研究教養法 而且他把它稱為撥洋蔥教養法 這本書 其實教養書來到我面前 我都現現的你知道嗎 因為我想說我也半個專家 你這本我真的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 我沒有騙你喔 我覺得你不是半個,你是整個啦 我真的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 因為我覺得你講的很多的實力 你都是用實力來講 而且裡面還不 不惜引用到大家都認識的 那個名嘴啦 KOL的話 我都不怕在嘴啦 我覺得你很可愛 等一下就來聊一聊 什麼叫做撥洋蔥教養法 你為什麼會專注於 想要告訴大家 教養有秘訣 是怎樣 你周圍的人都不知道怎麼教小孩 嗯 就是我自己 從大學到現在 一直都有接觸這個 不要打罵的理念 那可是 我很常聽到很多人 不管是大人 甚至小朋友自己也會問 說 你要不要打罵小孩 不可能 這個說法太普遍了 那我自己 後來我的工作 就是做寫教育啊 然後也跟很多小朋友 或很多大人 就是幼兒教育跟成人教育二合一啦 那我們就有一群人 一直相信說 這個不打罵 應該是有方法有可能的 你小時候會打罵 有啊有啊 小孩 誰打罵你 是爸爸媽媽 是沒有很多 可是也是會 他可能只要一個眼神 我們也會是會蠻怕的嘛 對 對 所以以前比較沒有那種 不是被打罵的經驗 那只是在學生時代有接觸 看到有一群人實際這樣子做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不打罵 應該不會只是觀念 他可能也會有機會是變成實際的互動 那我們一群家長組成一個平台 我們就叫共學團嘛 親子共學團 那大家是 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沒有誰是專家 帶小孩這件事情 可是一直覺得說 有點像智慧流傳在民間 大家互相交流 欸我今天小孩遇到一個狀況 我有一點不知道怎麼辦 真的很想要給他揍下去 那其他人就交流啊說 欸那他的原因可能會是什麼 如果不是用打罵 有沒有別的方法來解決 來面對 所以等於是很多的討論 慢慢慢慢的形成 那我寫這個 薄洋蔥教養法 他其實有一個比喻啦 就是說 帶小孩真的很像薄洋蔥 就是會 你要一層一層了解他複雜的心 對 看你寫的那個對話過程 我們先來跟快速的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廢這個心 那當然就是覺得打罵不好 那老師你有提到說 打罵有壞處 我覺得有兩個重點 我想要引用你的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說 被 老師被決定的小孩會沒自信 然後你還講人家說 老師被 是什麼 被評價是不是 會致命 你可以解釋這兩點 讓大家了解 為什麼不能用打罵 或是強勢的教練 被評價 那我把它講得很誇張 就是很致命 就是說 有時候被評價很多的小孩 他長大的時候 他就會很容易處在一個 我是不是這邊不對 那邊不好 然後有時候他沒有辦法跟 順著他本來的某一種直覺去做事情 更嚴重可能就是 會讓他誤判一些事情 然後那個評價就會變成是 緊箍咒 會把他很緊的束縛在 在他的心裡面的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 很多的觀念 其實本來是不錯的 可是如果沒有經過 很像吃東西 你沒有經過消化 整個給他吞下去的時候 大概都會消化不了 給我們一兩個例子好不好 好 比如說什麼樣評價小孩 以後會影響他呢 就是 我 書裡面有提到一個例子 就是我 以前有交一個女朋友 他每次跟我聊天的時候 很常就會說 我今天穿的衣服 會不會不好看 會不會不好看 然後 一開始我就會回說 不會啊 我覺得怎麼樣還蠻好看 搭配什麼 可是 兩次三次五次八次 他每次都是問說 會不會不好看 所以他不是問你好看嗎 對 他是問問會不會不好看 對 那我後來我就很納悶 我就不懂說 為什麼會從 不好看切入 後來我就跟他聊 他就說 他可能 從小就是覺得自己穿衣服 旁邊的大人就會說 你這個很不會挑啊 不好看啊 所以他 會變成對於自己的 挑衣服的這種品味 完完全全就沒有自信了 所以 這個只是反映在他穿衣服上面 可是反映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抓 加重起來的時候 他對是自己 對事情的判斷都會很 很沒有沒有沒有信心這樣子 嗯 這是一個 所以其實爸媽們常常會 好像說 在想要協助孩子 調整行為 或調整他的看法的時候 不要輕易的給一個 這樣不好的 這樣子的 所謂的評價 嗯 那另外一個 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就是 常常被決定的小孩 也會沒自信 嗯嗯嗯 決定的意思 難道我們大人不用決定小孩要做什麼嗎 嗯 好多人會問 這個是決定就是說 是我決定你只能聽 還是說 我提出一個建議你參考看看 這兩個回事有一點不太不太一樣 真的 那因為大人其實社會經驗已經是非常豐富 那如果尤其是對小孩 學齡前或者是國小階段的小孩 他本來經驗就沒有那麼豐富 他想出來的點子 老實講本來就不是很全面 不是很周詳 那大人一定會有可以讓他覺得 欸對爸爸媽媽的點子比較好的 這種點子冒出來 可是如果太快就是一直 我決定 因為我的點子比較好的時候 那久而久之小孩當然就是說 哎呀不管我怎麼想 反正我的點子都很爛 我的安排都會是 反正我就是個nobody 對 那可是如果是反過還是說 先聽聽小孩的意見 然後如果不做就讓他照辦 像我是後來有意識到這個 我就用一個方法 就是說我跟我小朋友 有時候會 他們比較小的時候 用推車在他們散步 然後只要在我們家附近 他的路線 我就全部問他給他安排 所以我們家走的路線 會一個不規則的形狀 遇到左右我就說 欸你想要走哪 全部讓他安排 然後久而久之啊 他就會自己對我們家附近的路線 有他自己的熟悉嘛 那我就想說 從一個很小的事情上面 讓小孩有決定的機會 這個是他的可以有決定的體會 而不是只是聽人家說 可以怎麼樣可以怎麼樣 然後慢慢的他也比較願意去講 他覺得他的看法是什麼 所以我會覺得 我們大人其實是可以很珍惜 小朋友他提出他主張的那一種時間點 那當然這個會 非常跟我們以前習慣的那種 小朋友有心無罪的這種說法 非常非常的抵觸 非常非常不一樣 那可是如果說 我們希望培養小孩是說 我希望他有自己的主張 有自己的創意的時候 應該是說不管從他幾歲 都可以用比較想要搞懂他 讓他多嘗試的方法去培養起來嘛 不然很難預期說 他可能讀了個大學 或讀了個研究所 然後就開始有創意 開始有自己的很多想法 這個就有一點跳躍了 你在他上大學之前 就做好了準備 把他的創意發言全部都關閉掉了 然後你在罵他沒創意 對對對 那你其實鎮宇 你裡面有一個我覺得蠻重要的點 就是我很喜歡那句話說 不是聽大人也不是聽小孩的 是聽道理 所以你跟孩子在 你孩子多大了 一個哥哥九歲 妹妹七歲 那跟我們家的 我們八歲嘛 所以我們是同樣年齡層 我覺得說 我也是很贊同 要跟小孩子一起去思考 然後我們不是要你聽我的 而是到底這個道理是怎麼樣 如果道理對我們就是照那樣做 就不是一個誰是權威 不是你權利 我是覺得說 這在人格發展上面很重要 這會讓一個人 養成我們以後期待的不卑不亢好 不會因為你是大老闆 我就多聽你的 沒錯沒錯 可是我也知道怎麼尊重你 我們一起去找出對的方法 那要養成這個 我覺得有一個 我在你的理論裡面找到的重點 就是要能引導小孩變成這樣的大人 要懂得在跟小孩溝通 或幫助小孩思考的時候 除了看事情還要看情緒 你很強調這一點 我說我非常的同意 這個很難 你知道有多難嗎 小孩子現在聽眾朋友聽了回去很高興 就問他那個在痛在歡的小孩說 你現在是覺得怎麼樣不高興 我覺得小孩講不出來 你書裡面有很多的例子 那我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你說 小孩子在汽車的後座爬來爬去 那父母可能就是第一個 就是打罵制止 對 你在爬的話 我就打人了 然後另外一種是說 來來來吃冰淇淋 來什麼轉移注意力 然後你說另外一個可能就是跟他談條件 就說你如果怎樣的話 等一下就可以怎樣 有你想要的東西這樣 可是你說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 其實我也不是這樣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就會想要跟小孩理解 你現在為什麼要爬來爬去 我覺得你舉了很多例子 你都是一個很細心的大人 你會去試著了解小孩 然後幫他找到他現在跟環境當中 更恰當的行為是什麼 那但是很多的家長 聽這個方法的時候 一定都會問我們說 可是我問我的小孩的時候 他說不出所以然來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樣開始 進入這個可以觀察 幫小孩讀懂自己 大人也讀懂小孩呢 這個 剛剛鄧醫師講的 我覺得蠻有共鳴的 因為我們在帶共學團的時候 我有時候講了一堆 然後家長就會愣住 然後就說 鄧云講的好像有點道理 可是什麼叫做面對情緒 他說我要怎麼樣接納小孩情緒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面對自己 沒有人接納過我們的情緒 我怎麼接納小孩 沒有這個經驗 沒有這個體會 他就是我講的那些 我們講的那些 或者書上寫的那些 對他來講就好像是 平行線這樣子 那我自己後來的體會就是 有時候事情之所以講不通 可能就是那個 一個情緒好像 筋扭到一樣 不順的卡住這樣子 那怎麼樣去 我後來想到一個說法 就是說 有時候情緒很大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是 要嘛就很能培養出 很能忍耐的小孩 就是他什麼都可以 就很能忍 可是另外一種就是很暴躁的 就是甚至會講一點氣話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個講氣話就是 有一個內在 有一個你在意的東西 可是你又講不清楚 然後一直被推 那不得不想一講一點話 就可能講 講氣話或者是講 氣話是類似什麼話 那不然就不要啊 那不然甚至是罵髒話 就是好像是被那個 內在的很在意的東西 一直推著講 那我後來覺得 是因為平常沒有練習 很從 因為情緒比較大的時候 如果要講 老實講沒有練習很難講 那不如從很小的地方 就是他情緒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他試著回頭講情緒 而不是被情緒 推著講一些氣話 那這個 我就會跟家長講說 你們不用選那個 很大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再開始跟小孩來回嘛 你平常跟小孩互動的時候 就會說 什麼 如果說 你很喜歡吃的一個東西 後來發現沒得吃了 你會有什麼感覺 就是從一個很小 然後可能小孩情緒是很 沒有很大的時候開始 然後他慢慢的去 有一個表達情緒的經驗 然後他的那個詞彙 他的那個語句都在練習 有這些小小的互動的時候 等到比較情緒比較大的時候 我覺得才有機會 真的去表達出來 對 所以這個你有帶過一些家長去做 像你有寫到某一個對話 我就說 引導那個小孩去看說 他現在生氣 可能有達到幾person 幾趴 然後寫說幾趴 然後問他說 那如果再這樣下 就是這個事情再繼續怎麼樣 那會變成幾趴 然後那小孩回答說 可是再到這樣 已經不是生氣了 變傷心了 我看到你覺得說 如果你的小孩可以這樣去辨識說 我已經生氣到 無力到 變成傷心 我覺得他就可以處理自己很多問題 你知道有多少的大人來做心理諮商 要花幾十個小時他才能辨識 他一直說他很生氣 其實他是傷心 所以我覺得 其實爸媽們可以試試看去理解 就是 如果你 我們突然間講說不要打罵 像我知道 很多基金會就會推出說 什麼不打小孩 不是還有一個團體叫做不打小孩 什麼什麼的基金會 就是什麼不小 不小萌是不是 我好像還有結合 對 但是我通常都會跟來詢問我的家長說 你要先找到更好的方法 因為我覺得我們對家長 你剛剛講成人教育 我必須給你一個方法 我不要告訴你不能怎麼樣 對 沒錯沒錯 因為我們如果教小孩 像我小朋友他 他有時候會做一些 我覺得 我不想要他做的事 可是我如果跟他講說 你不要把杯子放在這裡 那然後咧 就是行為不會改變 對嗎 而且他會當機 他會當機 就是在我們的腦神經生理學 步是不會啟動任何動作 步就是 步 動 張住 張住 你要講那個 movement 就是說要做什麼 所以我會跟他說 杯子如果放在那裡 你覺得會不會比較好 或者是怎麼樣怎麼樣 不過說真的啦 如果大家在家裡面 開始要施行這樣的講話 我等一下再來問鄭宇 如果另一半或者說 家裡面其他的大人 不明所以的話 有時候你會覺得自己 蠻費力的 就是別人好像罵一句 小孩子就移動了 你可能要講一個小時 但是這個投資 絕對是值得 我們等一下再來聽更多的例子 那我接下來要問一個問題 如果當我們決心要引導小孩 甚至要陪伴他的情緒 去認識自己的時候 孩子有時候還沒那麼成熟 或者以前我們都養壞了 沒有那個基礎 那一問三不知 他也講不出 所以然來 父母可以用哪些方法去幫忙 這個很像是說 我們平常跟小孩互動 或跟任何人互動 我們最一開始 可能是用很開放式的問題 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你會很怎麼樣嗎 這個也比較開放 可是如果對小孩來講 他可能那個時候被情緒淹沒 或者是事情太難梳理了 他大概就會當機 然後不知道怎麼回答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說 如果問開放式的問題 小孩沒辦法回答的時候 我們可以換一個 很像是有一個階梯式的問題 就是那是跟什麼有關 然後可能大人可以再講細一點 我剛剛看到 你跟他們玩 玩到一半 然後突然另外兩個就跑掉了 你在後面跑一直追他們 後來你就越哭越大聲 是跟這個有關嗎 就從一個我看到的情況開始聊起 因為如果說我們問開放式問題 他可以開始聊說 我是因為怎樣怎樣 後來我就覺得怎樣 那當然很好啊 可是 可能 可是不會一步就到那裡 你的孩子不會一步就擋到那裡 對對對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給他搭一些階梯 然後那個階梯就是 最簡單的 就像是一個攝影機一樣 我從我看到的畫面 開始描述起就好了 就是我大人雖然沒有在現場 可是我比較慢進入現場 就我看到的情況 我稍微勾勒一下 那這個時候啊 比較可以幫助小孩去重新整理 他到底遇到了什麼狀況 然後他是哪個時間點 被挑動某個情緒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 如果一次兩次三次的 刻意的跟小孩互動練習的時候 他等於同步也在學習很多表達的詞彙 那你講的時候 我覺得也有一個技巧 因為我猜這個方式用的好 就會像你的這樣子的很支持 然後很引導的感覺 可是我知道用的不好的時候 小孩子會覺得被你戳破他的更小 你知道這個差別對不對 能不能跟我們說一下你的心法 為什麼鎮宇一開口就是一副很支持很了解的樣子 這是怎麼做到的 這個是也是後來一直跟魂鬥家長一起互動 發現就是其實都是要從現象開始 如果我們有一個評價進來的時候 小孩子其實都很敏銳啊 或者說評價 大人都小孩都一樣 我們如果覺得對方要評價我 我當然就是提摩基不好 怎樣叫做小孩會感覺 爸爸要講這個秒數有評價 我舉個例子 就是我們共同學團有一個小朋友是小男生七歲 然後有一陣子他媽媽跟小孩就一直吵架 後來媽媽很苦惱跑來問我 我就說我其實也不知道情況 我要先跟小朋友聊一下 我就找那個小男生來聊 那我也會也會在想說我要怎麼開始跟小朋友聊 那後來想說我就從我聽到的情況開始講 我就說那個小朋友某某我聽你媽媽說 你們最近聊天很多次聊一下下就開始吵起來了 那是發生什麼情況 我就這個比較沒有評價在裡面 沒有說你應該要聽媽媽的 我都沒有我只是說你們聊天很多次一下就吵起來 然後那個小男生一聽我這樣問他就講 他說每次媽媽跟我講話 我才開始講個兩句媽媽就開說了這樣 開說了 意思就是媽媽就開始吵吵吵 就是根本沒有要聽他講 所以他可能就因為這樣有累積一些情緒 那後來我就跟媽媽講這個情況 媽媽就說那可能我話講太快了 我根本沒有要讓小朋友講完一個完整的段落 那這個變成是我們去跟小朋友去講 我們看到的情況 不是太快的評價進來 也不要太快的建議進來 描述情況其實是需要練習的 因為我們太熟悉很多的建議就會進場 可是我從我描述的情況開始的時候 比較容易跟小朋友那個時候的心理狀態 接上線這樣子 對 這真的是很好的例子 其實你剛剛講的 我有回憶過 回憶起來幾個 我覺得在教養小孩的過程當中 滿重要的事件 就是說那個事件的溝通之後 我覺得好像有開啟了小孩一種表達方式 我分享一個例子 我記得我小孩好像還在幼兒園的時候 應該是 還在就是所謂的中班吧 那就大概才幾歲 四五歲 四五歲 四五歲的時候 然後他第一次去參加同學的生日party 是在同學家裡面的那個 有沒有所謂的B1的公共空間 那那個那個父母就搭了一些 就是組件的溜滑梯啊 那種室內的玩具 還有就是讓小孩子們在那裡玩 大概有十幾個孩子在那裡玩 結果我女兒就很努力的在那裡玩 因為他平常家裡只有他一個小孩 那是他第一次參加同年齡小孩的party 有玩伴 雖然他有上學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一件事 他怎麼越玩越瘋 然後開始做出一些平常在家裡面 他知道不能做的行為 例如說他們有吃棒棒糖 或者說有拿竹筷子去擦貢丸吃或什麼 就他就拿著那種對我而言 還有鉛筆 就是對我而言那種尖尖的東西在跑 然後尖尖的東西對著自己的眼睛 那你知道那種四五歲的小孩 常常稍微怎樣會拔刀嗎 我就很怕他戳進去 我就很努力 我就覺得說你為什麼玩瘋 我心裡面的想法是說你玩瘋 都忘了家裡面的規則 所以我在中間就試圖 要把他叫過來 要例如擦汗或什麼 就跟他說你不要拿筆 拿著筆跑 你要記得 我們不是說尖尖的東西 不可以拿著跑 然後他就他都沒有 他都沒有理我 好像耳邊瘋 可是他平常不是一個這樣的小孩 到後來我真的是快要生氣了 然後爸爸更生氣 爸爸就過來跟他說 他說要再繼續拿著這個跑的話 我們就回家 這個等一下老師可以 就是分析一下說 這是用了哪些 就是無效的方法 結果後來我看到完到後來之後 我真的覺得不行 我把他叫過來 我就問他說 媽媽注意到 不知道有沒有像你說的 我說媽媽注意到 你今天做了一些 平常不會做的事情 那 那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今天會這樣 然後就典型的 我哪有怎樣 你不要一直跟我講 說我要趕快去玩了 然後態度非常非常的惡劣 然後一副想要搞瘋 你媽媽的神經的樣子 天啊 對,但是我 我還好我有 我稍微還有一點點 專業的神經僅存1% 我就跟他說 媽媽有注意到 是大家都開始做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你也開始做 可是這個動作跟平常不一樣 所以我想先跟你確認一件事 你是不是知道 這些小朋友會做的事情 跟平常我們家裡不一樣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不一樣 他跟我說 有,我有注意到不一樣 我說那你可不可以很快的告訴我 你覺得怎麼樣 嗯 他說我覺得為什麼他們都可以 嗯 我們卻不可以 我說好,那我們回去要好好的討論這一點 嗯 可是你現在如果 繼續這樣做 嗯 我還是會很擔心你的危險 嗯 那 如果你可不可以想想 如果你不要這樣做可以嗎 就那時候我小孩就告訴我說 那我就不會 我就沒辦法跟別人一起啊 哦 所以他 我那時候當下就理解到說 哇,對一個4歲的小孩 他要從重 嗯 他必須表現出他的忠誠 嗯 他才會被接納在那個圈圈裡面 繞著溜滑梯跑 嗯 然後拿著 拿著棒棒糖溜滑梯 這是我不能接受的行為 可是他很快的辨識到 他跟別人有一點點行為的不同的話 別人不會把他接納為 嗯 很像那個 一起 進什麼萌 天什麼萌 你必須要跟大家做一樣的行為 嗯 所以我那時候跟他說 哇,你今天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你希望交新朋友 嗯 然後你必須要讓自己看起來一樣 嗯 可是媽媽平常教你的事情卻不一樣 嗯 所以你現在還蠻辛苦的 嗯 好,那你可以試試看走慢一點 嗯 然後盡量注意自己的安全 嗯 然後我們回家就去討論 嗯嗯 他在這個過程中的事情 結果我真的很驚訝 四歲多 還沒有滿五歲喔 嗯 他可以講他多麼害怕別人的眼光 嗯 就是大家都拿起來的時候 我一開始沒有拿的時候 大家看了一下 一副說那你不要參加 那個表情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點一滴的 嗯嗯 所以至於你應該帶很多小朋友 嗯嗯嗯 會鼓勵爸媽有這樣的經驗對不對 嗯 就是這個 剛剛登醫師這個例子是 已經可以跟小孩聊到 實際上他在意什麼 然後他怎麼跟那個環境互動 我覺得這個很很很厲害 因為大部分的家長可能 就剛剛說有可能有點理智嫌斷掉的時候 我真的會斷掉 我真的那時候快要快要打人 就很有可能就不容易進入這樣 可是小朋友他一定是有他的某一個考量 啊我們有沒有機會是透過 就我們剛剛聊到說 那個評價跟建議不要太快進來的時候 比較可以聊到 然後我後來我們在說不要打罵的時候 其實他是一個練習的目標 他不是一個規定 我說啊你一定不能打罵 然後你怎麼樣 這個就有點束縛家長 我們是反過來是說 那如果我遇到這個狀況我不打罵 我還可以怎麼做 嗯嗯嗯 這個是回過頭來說 不是要給家長增加壓力 而是給家長想一個新的可能性 因為這個情況會跟小朋友的狀況比較類似 就是說 剛剛如果說他想要跟朋友一起玩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玩法一直在 好像雲變化一樣 就是瞬息萬變 那小朋友他們其實會有一直在前進 一直在變化 那我們怎麼樣去跟小朋友聊天的時候 簡單的幾句話 讓他知道說那個玩法 如果我們說怎麼樣怎麼樣 有沒有機會有別的玩法 這個可能小朋友自己都在摸索 那我們在問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 可能會讓小朋友覺得是被 讓他的玩法被打斷 對 可是怎麼樣讓他知道說 那個玩法本來就是可以行進間變化的 這件事情 也是可以傳達的嘛 行進間變化意思說 如果他非常確認有更好的 他也可以提出在團體裡面發酵 對啊 你這已經講到培養領導人格了 會不會 就是 可是那個小朋友的互動 他們自己本來就是會瞬息萬變 有時候說 欸 玩這個 不好玩 那玩別的 他們可能 有時候是兩個人會碎碎唸 自己在那邊 三個人四個人也會 都有可能會前進 那這個時候 其實就會反映出來說 有些小朋友 他比較願意去講 有些小朋友不習慣講 我覺得那個差別就會慢慢出來 就是欸 這個我覺得不好玩欸 我們玩別的好不好 可是 那又要看別人解不解早啊 就是這個遊戲 我們用這個方法 阿好不好玩 可是有時候你好玩 我不好玩 所以 小朋友遊戲他們其實很在意 是說 有沒有辦法好玩下去 有沒有辦法好玩 對 所以這個父母能不能 懂得他們的點就很重要 如果啊 我們很好玩啊 可是又不會 好像赤到眼睛那種風險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我們想想看 一定要把他的在意的事情也放上來 因為 對我們來講 我們真的不在意他們玩的好不好玩 我們只在意小孩帶來 今天安全的帶回家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 你做的這個我覺得很棒 就是你要能夠懂得小孩在意什麼 你用了三個概念 三個心法 來幫助父母 接納猜想跟嘗試 對 怎麼說 接納猜想嘗試 這三個就是 簡稱叫納猜思 接納猜想嘗試 是要取代說 我們帶小孩 如果說 我們提出一個主張嘛 說不要用打罵的方法 那一般的家長可能就 阿 不要打罵 忍耐 好像很難 好像比誰最會忍耐這樣子 可是我們說 沒有那個忍耐是沒有辦法撐長久的 你一定要有別的方法去取代掉那個 忍耐或者是暴走嘛 那 接納是時候 接納行為後面一定有一個 心裡面的東西在轉 就是接納行為後面的動機 並不是說 小孩的行為你一定都要接納 這個 這個有點差別 接納這個行為後面會有一個他的動機 對 對對 所以我有時候把它變成一個口訣喔 就是感受沒有對錯 但是行為可以調整 感受沒有對錯 但是行為可以調整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協助家長真的找到接納小孩的接觸 我想到你講了一句話 嗯 接納或同理小孩的感受並不代表一定要 同意他的行為 同意他的行為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之所以沒辦法接受 接納小孩是說 他那個行為跟我想的不符合嗎 可是如果把行為跟他後面有個感受 這兩個切開來看的時候 我是接納他的感受 不代表我要同意他的行為 OK 這會讓很多父母很安心啊 不然很多父母就是覺得說 喔我在這邊同意你的感受 你就會繼續做這個危險的事或壞事 那猜想 猜想就是 那他這個行為後面的感受 他在意的點到底是什麼 像我們剛剛 鄧義師講的那個小朋友在玩流滑梯 然後要手上拿東西 可能猜想 他們這樣子玩在意的事是什麼 對小朋友來講 好像有點好玩有點刺激 可是那個好玩刺激的點是什麼 就是有點猜想他們好玩的點是什麼 而且有時候猜到那個點 你真的覺得滿邪惡的 那個日本的心理治療大師 何何准雄曾經寫過一本書 叫做孩子的餓 對對對 壞那個餓 對對對 他有些時候那個遊戲好玩 就是因為他們一起做出 爸媽不准的行為 因為因為 這就是好玩點 好玩就是因為做被禁止的事 對好玩就是做被禁止的事 但是這個時候你要怎麼去幫忙 你要了解他就是在挑戰這一點 這個就特別難 那嘗試呢 嘗試就是跟他一起想方法 跟他透過討論協助有沒有新的表達方法 比如說他如果跟朋友有紛爭是他動手 那我們取代的方法是有沒有辦法動口 取代動手 那動口你要講什麼 去又可以表達你的意思 可是又不用出手 這個就是要嘗試 當然是透過跟小孩溝通對話的方法 去協助小孩發展出新的嘗試的方法 而不是只是用原本的動手這件事情 而且那個嘗試的方法 你也有說到是他能用的方法 對 不是說你的好方法 對 是他用得上 是要他派得上用場 對這個我很有感 因為我從小就話多 所以要我用話語去跟人家喬事情 一如翻章 可是要我的小孩用講話去跟人家喬事情 他就很困難 所以我以前跟他常常會有個爭執 就是說你為什麼不講 你為什麼不告訴他 這樣那樣這樣那樣 然後他就看著我 我現在就知道了 因為我沒有找到他擅長的方法 好那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我再來問一下那個鄭宇老師 你覺得教育跟社會脈動之間 是不是存有著某種關聯 我的意思是說你有沒有遇到過 教養或教育跟社會上的輿論概念還是走向矛盾 這種情況 你說的是說 例如說我們希望小孩怎樣 可是事實上社會是鼓勵著一種相反的風氣 或是歪風 就是說還是說其實我們把每個小孩教好 社會就會震風 就會震 就是很多人都會說 小孩不是我們決定 而是整個社會決定 例如說你都教他要怎樣 可是外面不鼓勵那樣 很多父母就會說我沒辦法 外面是個大燃鋼 對不對 對就是教育跟社會脈動就是 他很常見就是說 如果我們一不小心 教育其實是有一點 複製了原本的社會的樣貌 就是小孩複製了大人 怎麼想事情怎麼做事情 就是複製了原本的 可是他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有時候報章雜誌也很常提到 就很多工作消失 然後說未來三年五年以後的工作 是還沒有出現的 其實未來會一直變化 可是如果說我們原本的教育 只是希望小孩複製 原本大人熟悉的這一切的時候 他不一定可以應對以前 或者是現在很多的考驗 那我們用那個不打罵對待出來的小孩 大概到國小國中的年紀的時候 我有觀察到一些蠻有趣的特點 因為我們有一個團體嘛 然後我們一起練習 比較大的小孩都已經過高中了 那就觀察說 他們其實是很願意面對矛盾 自己的矛盾 或者是人際之間的矛盾 就是他比較不會閃躲或者是糊弄 面對矛盾會像是什麼樣子的矛盾 就是比如說 有時候像國小年紀 我們在共學或者是暖身 就是教育現場糊弄 有兩個小孩在吵架 他們本來在玩水 玩得很開心 突然一方就是很火 說你不要潑我 不喜歡你潑我水 然後就開始有點要互相推擠了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小朋友 也是我們那個共學不打罵 他就旁邊他就靠近 他沒有講話 他只是看他們兩個互動 聽他講 然後後來第三者 那個小男生他就問了 他就說那個某某啊 剛剛另外一個人潑你水 你就很開心跟他玩 現在跟你吵架這個 他也潑你水 你就很生氣 這個差別會是什麼 他提出了觀察 對 然後那個原本很火 那個人他就不得不停下來想一下 對啊我為什麼 然後後來其實是說 吵架那兩個 是他們之前有事情沒有討論完 余恨未消 有恩怨在先啊 對所以你潑我水我就不爽 我不想跟你玩 可是他們沒有把以前的事情拿進來一起講 那這個會讓我覺得很好玩喔 有時候我們在公園遇到一些狀況 就是一般的小朋友 遇到矛盾的時候是 他如果比較年紀比較大一點 他可能就會用比較強力的方法 比較壓制 他如果年紀比較小他就會閃 就會閃掉 或者是我遇到一個最好玩的狀況就是 會那個打圓場 小朋友年紀就會打圓場 他就在那邊模仿 就是說那個 訓導助報告 訓導助報告 大家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好就是打圓場這樣子 那也是很好玩很有趣這樣子 那這些方法都是大家比較熟悉 可是另外有一點像比較笨功夫 就是真的面對矛盾本身的這件事情 一開始會不習慣會難受啊 因為你會有一點情緒波動啊 可是這個矛盾如果沒有面對 把它彈進去的時候 有時候很多癥結點會出不來 那最後有一個問題是說 要使用這樣的方法的時候 其實要非常有耐心 而且我覺得孩子 接受到有人持續這樣對他之後 他也會進入這個模式 那萬一教養團隊裡面 有人是沒有這個耐心或細緻度 然後他老是要用強硬的方式對小孩 你有沒有覺得 像小孩如果跟著你 一直有了這樣子被對待的習慣 你知道他們會去抗議別的對待方式 對不對 有時候我每次都會問小孩說 那你現在這樣做 像你剛剛講的接納 你的原因是什麼 那這個原因 可是現在你有兩個需求要滿足 哇好矛盾 要怎麼辦 如果我們都這樣做 今天如果另外一個大人 比方某個老師啊 或者另外一個雙親 就跟他說 叫你怎樣就怎樣的時候 他會生氣啊 他會抗議 你怎麼建議教養的隊友之間 可以朝向這個好的方法 我們是在主張就是說 不要打罵 並不是說好像大家都天下太平 然後每個人都很和樂 沒有惡的那一面 這個老實講有一點不太可能 因為這個社會本來就是各式各樣的人嘛 所以我們說我們不用打罵 是一對自己的小孩 二對我們身邊的人 可是有些人他可能種種情況底下 他可能會用很多不一樣的方法的時候 那這個其實是叫做社會的常態 社會本來就是會有各式各樣的人 那我們一樣用猜想的方法說 他為什麼這樣子 那其實是對小孩的考驗 就是我們是被接納的情況 可是如果其他的人他也沒有要接納的時候 我其實就是回到那個事情本身 就跟對方討論就好 事情本身 對對對就說你剛剛什麼事情 我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怎麼樣比較好 就是 你把他當小孩就是 就是 就是 回到那個事情項目上面去討論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會很常遇到 就是說這個不打罵 他其實是什麼 我聽過比較重的詞啊 就是理想化啊 天真啊 不切實際啊 噁心 噁心啊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反映的是說 因為很多的成人是沒有被不打罵成長的體驗 所以他無法想像 那我覺得這不是個人的問題 是整個時代氛圍的問題 我只是舉個例子喔 就是我們前陣子有很紅的那個台劇 就是叫做 呃照浪者 人選之人 就講我們民主制度下面的幕僚的故事嘛 然後我就注意到說 有一個中國的網友 他在網路留言說 他看了這個劇啊 他覺得又熟悉又陌生 他說很多的民主的制度的詞彙 他都熟悉 可是那個劇的內容讓他覺得很陌生 他覺得很詭異 然後我看了以後那個留言 我就覺得說 我大概可以猜一下 因為他如果沒有在民主制度裡面 生活過的體驗 他看我們這個劇就會覺得 熟悉的是那個民主的詞彙 可是陌生的是 他根本沒有在民主制度底下 生活過的體驗 所以他就覺得有點隔閡 那我覺得如果回過頭來看說 我們整個社會 大部分就是被打罵 比較威嚇的 然後這種強力壓制的情況 底下成長的時候 所以現在很多的成人不熟悉 這種不打罵的狀況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們是用鼓勵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一起來練習用這個方法 可是並沒有說 你覺得你沒有落實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對我覺得 這與今天最後說的這個結論 也把這個問題帶到了一個更深刻的反思層次 我們常說現在的社會 大家在批評什麼事情的時候 有時候落入很單一很刻板的評價 就覺得說這人就是人渣 然後這個就是魔鬼 然後這個就是什麼 可是有些時候那是一種思考習慣 就是我們會不會先想一下說 他的動機應該是什麼 誰天生會就是想要做無辭者 無賴 然後就是喪心病狂 對不對 就是稍微想一下那個動機是什麼 然後 稍微在思考的時候有一點複雜度的話 這個可能就是 每個人都如果這樣被養 以後也許會有點不同 是 好 那麼今天我們跟大家聊的這個 從教養來思考 其實是人與人的對待 我覺得你講的不只是對小孩 我覺得任何人 員工跟老闆 員工也好希望老闆這樣子對待他 或者老闆也希望員工這樣對待他 或是伴侶之間 這個剝洋蔥教養法 大家可以好好的參考 那也謝謝鎮宇今天來接受我們的採訪 謝謝 掰掰 掰掰